我们先念诵这个《归义发心》 《归义发心》是我们经常上课、功课都一样 就开读的时候就是要念的 能够开始我们先试试这个 我们应该开始的语言 写语 丛兰 辣 辣 杞 乔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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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前到悔尽所及别所难见, 落来汉血散见,各不休。 诸佛正怀神圣众, 这只土地无归意, 以我故事等功德, 为你众生愿成佛。 drin 嗯 好 这也是一个 怎么说 也很好的经验 就是今天用于我们场地 本来这四种要用这里的场地 刚刚本来两天 他们可能是两天开始 可能他们也知道了 现在又说他们没有想到 我们的形式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经常对人的话 可能很贵的一个掌握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那种佛教徒 所以有一些想法 那现在OK了 我们还是要 我说可以去拍照 这里面一摊 OK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铺讯上师眼教的 这个共同外加性的 这个关于轮回过患 今天有极个性的两个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呢 是大圆门的潜行 所以我们要修着大圆门的话 先必须要从这些基础的学习 也要学好 所以就大圆门的潜行 我知道今天来的 这两位同学 一个是有很多基础的 一个是应该是刚刚学习的 对吧 也是刚刚学习的 但是 你们也不要觉得 今天 这一个多小时 这里我要懂得全部怎么样 不是这样的 佛法的学习的本身的态度是说 就是你要 愿意学习 就觉得什么问题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有一些冥想 不太习惯的事 不要忘记 今天就从这里吧 因为刚刚我们讲的 轮回的过患 这个 修行人必须要思维轮回的过患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要 那个 那个 神奇 菩提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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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性 那就是一定要有 这个 这个 先要 思维这个 轮回过患 你没有 思维轮回过患 你根本不懂 轮回的过患 就完全不可能 产生 所以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所以这个轮回有四个轮回 一个就是有六道轮回 我们上次的就是说这个客帆里面是先来思维了这个重的思维轮回的痛苦 就是概括就是整个轮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 整个这个轮回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 所以就重的来思维 这个我相信大家还记得 好的 昨年我们刚刚说了是对摄摄摄摄摄摄的灵犯 那么可不认为所有观众都会记得什么样的 现在就这样分别思维 所谓的分别思维呢就是 分开一个一个地去思维 六道各自痛苦 所谓的分别思维 课盘呢就是有六个 地狱 恶鬼 烹生 人 阿修罗 天人 然后呢 轮回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一种它是一个六转的意思 就是轮回是六转或者流动转就是一种这个不断的 而且它呢就是有点像一个轮胎的轮子一样的 它也没有一个结束跟开始去这样的一个 它有一个迷幻性的一个东西 一直在这里面扰 一直在这里面扰 所以叫轮回 又回到源头嘛 所以就没有办法 你就是除非就你解脱了 一般情况下它绝对不可能离开 没有理由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叫轮回 好的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地狱的这些痛苦讲起来的都是非常连人之法的一个习俗。 但是,我们也要,其实有时候这种思维呢,不能接近, 像这个过患的角度,还有要像截斗利益的这个角度,这两个的平衡的话呢,也不用过度的紧张。 我说的街头利益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听到这些地狱的痛苦,就感到真的非常的害怕。 不过呢,你也要同时要相信,这也是佛经里面说的,如果你相信轮回的痛苦,也没有理由不相信街头佛所说的这些佛法的功德。 如果我们谈论的痛苦,如果我们谈论的痛苦,我们只会感到这些痛苦, 那么我们也要信任不透过,我们也要信任何人所欣赏。 我们也要信任何人所欣赏的痛苦,也要信任何人所欣赏的痛苦。 我们也要信任何人所欣赏的痛苦。 那意思是说,比如说我们修金刚萨赌的功德,或者有些观世音菩萨他一探测就是发一个,就是一遍万的版面后,好多个这个地狱里面的,地狱里面的成千上万个这个,或者一种无数的众生就一刹那就可以能够获得解脱,这也是另一名的这种佛法。 这就是在罗子的身体里面的功德, 而且我们在这里讲很多的轮回的过环不是为了绝望 不是为了我们失望或者那种感到没有什么希望的 而是我们就是有宣子的 如果我们宣子修行宣子有修好的话呢 这些的一切都可以解决的 所以为了明白这个道理才将出这些轮回过环 为什么我们讲了沙摩沙拉的痛苦 是因为不是为了承讨人们 但是为了承认我们的选择 那是我们可以试试达环 那是一个解决的解决的沙摩沙拉 关于这些组织的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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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是几织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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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综合地狱, 巴汉地狱, 金边地狱, 孤独地狱, 有这个地狱。 然后八个地狱的这个呢, 就是灯火地狱, 还有什么, 这个怎么讲? 黑省地狱, 黑省地狱, 这个综合地狱, 蚝椒地狱, 大蚝椒地狱, 还有少日瓦地狱, 鸡兽地狱, 还有五锦地狱, 就是这八个地狱。 So as the, as the, uh, text work shows that, uh, there are, uh, what do you get this? Uh, so, the, the, uh, samsaras, no, no, there's the, the hills, uh, uh, include some, uh, eight, uh, eight hot hills, and also eight cold hills, and neighboring hills, and also, the other one is called the, u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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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hemeral hills. Uh, well, uh, in the, uh, in the, uh, in the hot hills, there are also eight, eight hot hills, namely the reviving hill, and, uh, the black pine hill, the rounding up and the crushing hill, the holy hill, the great holy hill, the heating hill, and the intense heating hill, So I think it's necessary to be something that I don't even know. Okay, so that I don't even need to be talking about such as an answer.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在何时时之上,自然的结余内,只有这种和尚的痛苦。 这个就是整个的霸日地狱的一个简单的说法。 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这个灯火地狱就是在这里就有家了。 所以他们呢,就非常非常多的地狱的众生集在一起的。 然后他们呢,因为最重要的是成恒应发干到这样的通心灯溜锅。 通心灯溜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心灯溜锅。 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其他其实比较看文字就知道。 但是通心灯溜锅。 锅,这个我们英锅的锅有四种,五个锅,其中一个叫做灯溜锅。 灯溜锅也有叫做通心灯溜锅。 这里特别讲通心灯溜锅。 通心灯溜锅呢,比如说锅声呢,你非常就是喜欢做不是的。 下意识,你可能也是一个很大方的一个人。 那个就是通心灯溜锅。 There is a terminology mentioned. It is something like, the effects similar to the course makes them see each other as equal to enemies. So in this part, there is a terminology evolve. That terminology is called homogenous production. 那是不 clearly stated in the textbook but the terminology is called the homogeneous production for example, it's just like if you, if somebody would like to always to do the offerings to be generous in this life and the person will be born in the next life as similar generosity so that is called the homogeneous production 根據比如說中英文集解脫裡面就是這樣說的 比如說陳漢獻最強的 陳漢獻是地獄的最重要的因素 然後無名是 愚痴無名是 龐生的最重要的 然後練習就是 惡鬼的最重要的 然後貪念 貪念就是 倒入人間的 最重要的因素 但是這個情況 現在是 所以 so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that hatred is the main factor to lead somebody into the realm of hell and ignorance is the factor to lead the sentient beings to be reborn as animals and the mean is the factor to the hungry ghost and the ingredients is the factor to be born in a human being 基督性是阿修羅的 傲慢是天人的 and the jealousy is the factor to Asura and pride is the factor to be born as God 但是這裡有一個必須要知道的 如果你是不是算是阿修馬先生很強 是不是說上天這個是天結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常常你投胎到要天三十三天 這樣的話呢 又需要有一個福保 而不是說你的這個幾度 阿修馬先生越強 就是跟上天的幾率越高 其實不是這樣的 那是什麼原因呢 比如說你雖然做了一些功德 但是沒有辦法變成解脫的一個風格 而且你有強烈的傲慢 所以導致天人 還在輪迴道當中 最根本重要的因素就不是傲慢 但是因為你的傲慢導致沒有更好 沒有讓你更好就這樣 所以要更詳細的 優惠 優惠可能是一個種類的草 但這不是必須的 優惠 因為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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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說是優惠的 優惠 因為優惠 在神社會上 仍然是優惠的 優惠 所以 其實優惠 是優惠的 優惠 因為優惠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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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優惠 他的心相是自然而然有很強烈的誠恨 就是彼此好像看到那種地人一樣會有一種仇恨 仇恨的這個心 所以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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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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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有的仰神相互之間見到主要的這個臭 这些臭地一样,互相产生恨性而战斗吧。 然后手中也纳着有什么夜里幻化的病气, 相互打杀,全部似乎从空中传来愿你们复活的声音。 所有的众生立即又复活,并如前面一样斗争,死了又复活。 所以就是这些痛苦。 灯火地狱的藏文就是诱惑的意思, 一再一再地火的那种意思。 在《入菩萨行论》里面说, 其实这些都是一种以引力显现的一种非常个人性的一种像做梦一样的一个存在。 对于《入菩萨行论》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是一种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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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感觉。 它就像是梦。 它就像是梦一样在梦。 而且大家上次也看过了, 地狱的众生是花生的。 知道吗? 花生。 有四个生。 是梦一样的。 对。 是有四个生育。 是花生。 这是花生。 所以, 有四个生育。 有四个生育。 是有四个生育。 有四个生育。 所以他们死得快,活得也快 他们没有真正的那种像人一样的这样的过程 其实孫生也是,我们在草原上夏天的时候一出那种暴风来了 就是好像所有那些小生命都没有了 然后又一下子就太阳出来了 那个高院的天气变化非常大嘛夏天 然后马上那些所有都已经,尤其在这个藏衣啊那种东西都一直就火过来了 是暖医生还是师生? 暖医生也是这样 不是暖医生,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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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这是非常明显的 是的,是的 所以,生生的温暖和氨气是相似的 就是相似的 就是在某些人的温暖和氨气 所以这种生姜的生姜 生姜的生姜 他们很快地生长了 然后再次再次再次的冰冰 然后再次再次的冰冰冰 他们很快地生长了 而且有时候大家觉得这个讲法有点不能接受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另一个角度看 佛陀寿上的所有避遇的这个痛苦绝对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框架是绝对是当时表达的一个 两千五百年前的一种文化跟一个 这么说当时的一个仙狂二所产生的一种文字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真正的一种文化 因为这种文化的文化是一个文化的文化 文化的文化是2,500年前的文化 在那时的文化上的文化 在那时的文化上的文化上的文化 所以所有这些文化都根据了 在那时的文化上的文化上的文化 就是在这时的文化上的文化上的文化 所以比如说 我们有时候在人类的 在这个社会的重种烈似的 这个相似地狱的 相似恶鬼的 有很多的现象 然后也有这些现象来 再去了解地狱的痛苦 是可以更好的一些方法 有时候 在我们在一个人类似的 人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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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作成一个 的 人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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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人们的观众的观众来说,这会让我们理解的事情更简单。 听说,有些小孩子不愿意吃饭,剩很多东西的时候,剩小孩子不干净的时候,废族的小孩很酷。 看他说,你不吃饭,就下一次你要,就变成那边的人。 所以孩子会容易害怕,当作一个恶贵养人,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对我们来说,在我们生活中,我们经历了一些孩子, 他们不是很严重的食物,他们只是拒绝了他们。 well, then the parents may remind them the sufferings of the…the kids in African countries who are almost starving. So…and also, this could be an indication that for these kids who do not treat the middle very well could be reborn 所以我们最重要要明白就是善有善过,二有恶霸 就是真的有做好的有快乐的结果,做坏的就是有痛苦的结果 最重要要相信这一点,而且这个数量这又是不是十八个地狱,十六个地狱,这绝对不是佛陀,绝天也要怎么说 绝地的一种一个树木,因为佛经,有一个佛经叫张巴尼西亚,他那个中文比较不好翻译 是大真言境,是吧,真着真言的真言境,真言境里面就是要加到更多的地狱,知道吗? 我在看到,恶鬼地狱都是比这边多很多,所以就,这是一种这样的一个系统来描述而已 那这里讲了这个灯火地狱的数量 就是它的数量、生命的程度 就是人间的五十年是四大天王 大家知道玉界天的第一集就是四大天王 四大天王的一天 这个三十天为这个地方的一个月 然后就这个程度来算十二个月变成一年 然后在四大天王坐在了天界的五百年 是灯火地狱的一天 然后这个一天就变成三十天就一个月 就是十三个月 这十二个月就一年的来 得火地狱的这个众生需要长感受五百年的痛苦 所以就非常长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 反正这个就可以 现在可以用计算机 就这样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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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the last paragraph of the reviving help which is actually the first paragraph on page 64 is making is making some calculations about the life span one has in the reviving help and so and so it's quite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样讲,我今天的糊弄也不好,可能大家没想过 这个上课的气氛变得更枯燥 所以就希望大家中间有问题就提出来 有任何问题吗? 因为Kamela今天有点脾气 所以你不能再谈论 所以看上去的话,是不是在人界的时间是最短的? 哦,是,而且地狱也就是这个 它是长,但是有最短的 也是最短的? 不是,有很短的,有很短的 地狱有很短的,很长的 这个后面也有讲,庞圣里面有很长的 对,他这么讲,有一些有蛮长的 可能没有地狱那么长,但是有些是有的 所以,请问是是,是生命的 在人生命、在人生命中的 是最短的? 如果是生命中的生命中是 如果生命中有些人生命中 也有很长的生命中 那是在人生命中的生命中 如果生命中的生命中 这一种是最短的生命中 但是这个数量呢,比如说天然的有些部分,它的数量是定。 五顶跟定五顶的概念吧,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人的话呢,五顶的,一般来讲我们是一百岁,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就是从小就死掉,马上就一出生就死掉,或者活了几十年,或者几年就是这种,所以不定的,不定。 人的是不定的,对对对,旁生也不一定,天狱也不一定。 我们西藏人相信一些高声打的圆记的时候,通一个内阁事情以后,他那个人有不同的生活。 就是刚好他经过这个中营,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吧,也相信会独化很多的众生,或者地狱里面的很多的众生就带走。 当然有可能菩萨的话就是有这种力量。 如果有那么多,一般人归走过去,如果他们几十年,在他们的主义穴,他们可能输出的局面。 如果他们变成了,如果他们有时候,现在他们从小时之后甚至有本地区别人,他们可能输出了那些神经济的神经济。 那邊只放不在那邊 好 舍你 聖姐 我想就是看不見能夠解釋一下 主要的這個像地月的因 主要的什麼因 它會造成像地月 還有第二點 像現在很多基督徒都說 地月已經不存在了 因為他們現在的理念就是說 地月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會有兩位問的 所以我還有兩位問 第一問是 什麼是主要的 為一個人生存在 第二問是 是在說很多基督徒 相信在那裡 那些人不存在 在那裡 對 我觉得第一个呢,地狱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杀身,杀身,杀身,很多时候杀身的重要的因素也是,尤其是杀人那种的话,可能跟嗔恨性有关系,所以冬季来讲的话呢,嗔恨性是第一个因素, 然后呢,行动上来讲的话呢,杀身,杀害的这个野力是地狱的最重要的因素,OK,先走。 基督教呢,我以为他是一个宗教,所以可能有前世今生的概念,后来我也发现他们是只有地狱,天堂人,这三个。 就是一个柱子一样,这种一样的概念,他没有碰神啊,下意识,再做人啊,没有这种。 只有精神,你就是突然间,就是上帝你这样做了,而你做好事就上天,做坏事就地狱,再也没有选择,地狱立民再也没有出来。 所以他们来讲的话呢,还好可以用一个基神来算,总有一天。 但是,现在没有比喻,有可能是一些基督教,我发现很多新型的那种,他们的拍戏。 有可能这种的一些,孤独配合这种现代化的一些说法了。 不太相信是基督教本身的说法。 那个如果是,也更我们没有,这是他们的观念,所以没有办法一起来讨论。 我想,是基督教本身 Kelly。 他认为学会有 channels的自己人的记者,而另이에これは例子的记者 resumes。 但他认为了自己人的记者是即将来未经讨的人 pig ted Yaa。 所以他們相信是在天或是在天或是在天 如果你們有好事就走到天 否則你走到天 而有任何其他人像是動物或是動物或任何其他人 所以,對於他們走到天 所以,他們只會在天或是在天 Well, in concern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hell, it may be an interpretation from some newly born branches of the Christianity. It is not the very authentic branches. So, it's maybe a kind of explanation to cope with the current life. But anyway, that belongs to the Christianity part, that is our business. Can I ask, say, like, my father was a soldier. And I don't know if he killed anyone, but my uncle definitely would have killed people in the war. Oh, okay. But that's not necessarily their own decision. So, that is, I'm wondering what happens if they go to the hell, or if they, it depends on their, maybe their motivation or what they do after the war, or does that alter how they end up, or how they go through the battle? I'm just interested. Yeah. Yeah. So, he said, there's a question. There's a question. There's a question about his father, who was not sure if he was killed before. And he didn't have to know his father, who was killed by the war. And he was not sure if he was killed by the war. But he was sure that he had been killed by the war. 就是有过杀害的这种经历 那他就在想对他们来说 会不会他们会要进地狱 或者说是因为他们的动机不一样的话 可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 或者他们怎么样能够 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能够不进地狱 有没有地方 这个就比较难说了 不过我们唯一当然很难处 这是一种严厉的 而且我们也没有真的 现在他们在哪里这种的神通 但是有一些方法 就是你有机会比如说参加一些法会 这样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汉传佛教 华人街都有 藏传佛教也有些那种超度祭祷带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任何的时候 你想到他们这种就是你为他们写一些超度的 这个拖一点点的那种供养 然后为他们做一点的回向 这个对他的生生世世都有帮助 就是唯一可能这样比较好 所以这不是很容易说 但是因为它也很难处理 因为它也很难处理 the super power to see what is happening there and what happened before but there's still a solution so if there is the the dharma assembly and then could be some prayers or you could also write on some prayer pieces and to try to do some liberation to them and do some offerings and then meditate that might be the only thing that people could suggest to help yeah yeah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面容 還有一個定義叫做 in some countries you don't have an option to be a soldier you don't have you don't have the option you don't have the option so you have to be or you can't be you don't you don't you must be one you must be on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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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case of a war and there are only two ways one is you you reject me a soldier you get shot the other way is you are a soldier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you want a people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and become a soldier then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so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so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so you should other people yeah yeah so you are wrong when I follow the Buddha's teaching you know if I reject this soldier I get killed so I kill myself if I shoot somebody i not following the Buddha's teaching so it's catch-train okay okay so 他说他有 就在有一些地方 就是当兵是衣物 必须要当兵的 那么这个 如果你要想就是 然后有两个解决的方案 一个就是拒绝当兵 那么拒绝当兵的话 就会被杀掉 就是然后就等于他就是自取灭亡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要当兵的话 他就会杀人 那不管是从两个角度来讲 他反正要么就是自取灭亡 要么就是他要杀别人 就违反了这种 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这样子的一个教条 所以他就不照看 谢谢 当然就是 比如说我们那个文革的那个时期啊 有些就是被迫就是要杀牛杀羊的 叫喇嘛杀 他们就是为了不杀 所以就是就是让活生生的这一大事 就是不杀 那种故事很多 所以这种就是他们未来就是 我就不杀 所以就是宁可我要死 我就不杀 也有 那有些呢就是 就是有很多的借口嘛 好吧 我这次我逃了 我下次可以好好的忏悔 今天我不想死 我就杀他 就是这样也有 那我们也不能说 你真的不能这样想 因为他没有这个 没有到了 他的修行没有到这个阶段 但是他算是杀了 他还是佛教徒 就是宗盛中的这些创作说 就这样 他真的杀了神 也是 他还是佛教徒 这是我唯一 必须要成功 OK OK So careful 他不答应 你的答案 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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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也有些人也有些人,他们提出一些解释 他们说,我可以做这个时候,但我将会死到这个时候 所以他们逐渐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的东西从学习 我们可以认为一些他们不是在很高的学习 所以他们可能会做的第二个 however, according to Johnson Rambachet, even if one, like these lamas they kill, they are still the buddhists they are still regarded as buddhists because that is a way to survive ok, yeah,明白了嗎? is that clear? yes, yes, but... one talk, sorry, clarify, this was related to animals, correct? yeah, he said that these are all the animals, correct? that's not a big deal 殺生當中,殺人是更... oh, he said that you just gave the example of the animals yes, the animals are killing animals, but killing human beings are the same ok, thank you I know what I mean you know what I mean? no, it's fine, thank you okay... 在这个综合地狱,地狱的无量众生被关在如大帆地狱般的贴族面。 贴族面,那一席吹门,慧悟者大如虚密山般的贴族吹大他们。 所有的众生哭喊者,在无法相像的痛苦和恐惧中逝去。 铁锤聚起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复活,如前一样的感受痛苦。 另外,也有山谷众相对的所有的善变成自己已经杀害的动物了。 所以,他们也是就这个形状,然后就寄在这个中间。 然后,你看地狱无聊的众生因为业力所迁来到这个山的中间。 所以,在这个山撞斗的时候,这些众生全部失去。 由山分开的时候,他们就复活。 就如前一样,齐和山间干受极大的痛苦。 数量呢,就是人间两百年。就是叶末天的一天。 叶末天的一天是,呃…… 哦……的一千年是这个综合地狱的一天。 次地狱的众生需要感受两千年的痛苦。 没有什么问题吧?就是,我们继续看吧。 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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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会移动。 这个东西呢,其实有时候,我刚刚讲的, 大概怎么看待,大概怎么去要解,大概怎么去绣, 这事我们可以讲。 不然这个,它的这个文字上的东西就是文字上的东西。 但是这个也不能忽略。 但是这个其实属于你自己的预计跟呼吸的这个范围。 在这个部分,在这部分,在这部分, 这部分是这部分,很具体的描述。 所以,在这部分,我们讲一下, 想要解釋,要解釋,要习惯,要习惯,要习惯 关于读书,这些读书都必须做过 或是后一读书 这些描述 所以,这个好教地域和大好教地域 咱们也说好教的 更惨烈的程度上 下面下面,比上面上面痛苦 加倍的,数量也加倍的 所以,在关于草莓和草莓和草莓 和其他草莓,就是 他们的负责是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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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and also the lifespan is longer yeah should I should I meditate on the hell or should I meditate on the realm I am living now I think about how I would get to the peace I would get all of that I'm on a human level should I meditate more on that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I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I don't wanna be jretched I am liçoit I will center more on it that you understand I will reach some things I will capture people and go all the time And remember The one at Hope the one at Hope I am willing to core rawn 这个有一点点也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有两个回答 一个是比如说你观想的时候 观想不出来地狱 因为这是一种你没有经历过 没有看过的 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就是没有这个经历 目前 所以你比较可以在人间的种种的痛苦 作为这个对境来秀 可以吗 绝对是可以的 所以 回答这个问题 人们可以回答两个角度 一是 人生在人间 你可能是很难 你可能是在灵地上 因为你没有看到它 你没有经历过它 你没有经历过它 对 但是 如果你以为呢 我没有杀过什么人啊 什么的 所以我不要关心这个地狱的痛苦 其实 我 这不是这样的 因为第一个呢 我们生生世世有没有杀过什么 就不知道 第二呢 你如果现在不端出你的这些烦恼 就你将来会杀的 所以 这个我们这个轮回过环的观修的最重要的目的也是 我们这个 哦 轮回痛苦了 所以我不造作恶业了 要产生这些方面的决心 就是这样的 要 所以就 还是就观向恶鬼的地狱的痛苦是 不要的 思维吧 思维的地狱 好的 所以从另一方面的看法 是 你不想要杀 所以 因为你不想杀 你不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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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哪些 那是哪些你不想杀 因为你不想杀 2个原因 第一是 因为从 你不想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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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sometimes the same tool I think I know you know why because if there's a cause and effect it means I did something wrong that's for sure because otherwise I wouldn't reborn in a human realm however I wasn't that bad in a previous life but I ended up in hell but you ha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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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vious lives beginning of less time beginning of less time 所以那可以是在百万多的年代的年代 所以第二段点是 如果我们不能剩下的受伤 我们可能不肯定 我们可能不可能会决定 但可能在未来可能会出现 我们不能确定不肯定 我们会决定将我们会决定 在未來的病毒 這是第二點 所以,在佛陌生的苦惡 和在佛陰中 可以幫助我們 不去做出任何不好的革命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大号地狱也是一样的 这个你们自己看看 看到这个无间地狱 我们就先讲一下无间地狱吧 因为无间地狱它比较有名的 非常说无间地狱 它比较特别的 但是你们也就过滤一下 比如说前面的这些内容 我们跳过去的里面有任何的问题 就现在都说那这个部分我不是很懂的 我以为是你们可能动 如果不动就可以问 我们先讲这个 因为我们要一边反应 一边讲的时候 其实你有时间可以看的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just to get your questions raised because the teaching is done together with the translation so everybody still has time to think about the questions and to get your questions ready to be asked 那个吴建地宇呢 就是这里讲到他呢 就是 就是 一件事 一件事 為什麼 那是 是 在這樣 是 是 可以提供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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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域的記憶上,我將會有另外一個按照。 就像那些意義的概念, 比如說在地域裡的築物上, 它有特別詳細的描述。 这个描述是为什么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这种痛苦 这个是因为之前不同的一些恶业 具体有具体的对应的恶业 一定的 不见地域是所有的地域里面最年重的一个 还有啊 这里有一句话 造成这个因是以论历程对金刚阿什里产生邪见的人 将转送这个地域 这个就是解释一下金刚阿什里产生邪见 这个意思解释一下 金刚阿什里产生邪见 这个意思解释一下 金刚阿什里产生邪见 OK 你翻译一下 So it seems that the hell of ultimate torment is the worst hell the most terrifying hell and there's also a description saying that one one who has yeah the last actually it is the last sentence of this part so it is the hell where who's that those who have committed the five crimes with immediate retribution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Mahayana who develop adverse views regarding the Vajra Master are required so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Vajra Master and the adverse views 这个其实无间地域的因有两种 不是只有这个 一个是你看这个前面的造无间罪业的众生 对吧 第一个呢就是无间罪 无无间罪的人 比如说杀父杀母这些 杀自己的亲生的父亲啊 杀自己的母亲 这就是无间罪 所以无间罪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死亡了一背上眼睛 不是不用 不是不用 不用经过那个地域 不是终于 直接到地域了 所以就是无间 没有空间 没有中间的 直接到地域 叫无间地域 所以其实 其实 the person who was reborn into the hill of ultimate includes two possibilities the first one is the one who who has committed the five crimes well the five crimes are the five worst actions namely killing acharya and killing father killing mother killing arhat and also shedding with with malicious malicious int so these are 五 worst actions by ultimate the hell of ultimate torment in English but in Chinese there is something like immediate the immediate means that when one dies one immediately goes to this hell without going through the battle so that's why immediate in Chinese version 所以呢 就是无间地域的主要的因 就是无无间醉 so actually the five worst actions is the main reason to cause one we born into the in Chinese in Chinese 那 易如密称的金刚阿什利 阿什利就是藏文叫羅本 就是上师 就是 你对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就是金刚成的这个上师 就是叫你这个金刚成的这个上师 禅身邪剑 那也是这个严重的罪 这是脑子里想一下还是嘴巴说 你先翻一下这个问题 很好的问题啊 对 对 有关于是 the various views regarding the Vajtala Master so here Vajtala Master in Chinese in Chinese it refers to Achaya Achaya but actually Achaya just refers to Majtala Ach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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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T Achaya aap Achaya And Achaya a follow-up question is that this a adverse view refers to something that's you just have the view or you have the behavior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也是很好的问题 但是它也不是就是有产生这个念头而已 当然也是一个合罪 某种程度来讲的话 但是说出来还有做出来 变成一种闹出来了 那就是罪了 比如说法罗如意报 对这些罪这个罪这个法面非常的严格 比如说我们佛学院就成全上万人 就是有大法会的时候 长州有一万多嘛对吧 就是大法会的时候有十万以上的人 可是他会说 如果你是对背叛你的这个根本上市的 上市的 那就是不要来参加 所谓的背叛也是 就是当时呢有些呢就是站起来斗争上市的 这个以前那个 乱动的那个东卵的时代 在文革左右的那个时代 在这二十多年起 真的有的 所以呢或者大了 那就是这些人现在那就是又转起来又参加法会 他说他不是不会想不吃力的 但是呢 修这个民法的书审法里面 你就是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烦恼三百亿日记 跟一半的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看得非常严重 你这么多的 如果一般了 如果一般了 你只能做的是一个组迹的 只是一个组迹的 就是一个组迹的 就是一个组迹的 如果一般是传奇的 if that is done then that becomes a kind of crime and for example Jigmi Pancho he's very strict with this i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Buddhist Institute normally there are something like more than 10,000 resident people, practitioners, residing there to learn the Dhamma. If there is the Dhamma Assembly, then there could be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there. And even in the Dhamma Assembly, he told that for this extraordinary meeting, those people who conducted the adverse action behavior against their teachers, their Vajla teachers, they cannot come. They are rejected to come. Of course, these people refer to some people who have very bad behavior in their cultural revolution. Yet, they may have some very bad deeds against their teachers. So, because all these just violate the Samaya law. They may have some very bad deeds. For example, if you really make a good job, you don't like it, you don't like it. I don't have a good job. But it may be a good job. It may be a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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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But, it may be a bad job. And you can call yourself the courage in your position and bring your wish back to the same place. It may be a good job. You should be a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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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b, and you will be a bad job. 或者三万亿的戒 也是你就是忏悔了 是有办法的 当然忏悔是有办法的 忏悔是可以消除的 忏悔不能消除的话 没法是不负责任的一个法 因为这么严重的一个罪 谁都容易犯 因为没有忏悔的方法 其实就变成这样 所以忏悔是绝对的 尤其是金刚杀斗的忏悔 是有充分的力量 是的 这个翻译好 如果一个学习的风格 是完全不同 或是有教授的风格 为了避免真正的语言 那么 one may stay in a certain distance from the teacher but one cannot use the very bad words like curse or whatever to the teacher 而且如果СAMAYA ball,你也可以做对抗梦的 然后抗梦跟铦与它很好,尤其是会很重要的, 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抗梦 我想就是了解一下 就是懺悔是就是如果做了一件錯的事情 那我心中有感覺到內疚 然後我自己這種算懺悔嗎 還是說一定要有一個疑似才算是我懺悔呢 這個文件很好 所以在懺悔的情況下 如果一個人覺得罪悔 那是一個懺悔的嗎 還是需要一個懺悔的方式 或是一個很正常的方式 要懺悔的方式嗎 真正的懺悔要有四個力量 叫四對折力 中文叫對折的東西 對折的東西 所以在懺悔中有四個力量 我們已經提到的四個力量 這個才...OK 你翻譯好了 比如說你做了一個不好的事情 心裡有懺悔 這是第一個基本的 最重要的 第二個呢 就是你求佛菩薩的力量 就是在佛的面前 比如說金剛撒陀啊 佛陀啊 阿彌陀佛啊 觀世音菩薩 然後在這個作為對勁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呢 你真正的用心動去做懺悔 比如說念這個懺悔文 然後念什麼勁 這就是... 第四個呢 你要有決心 將來呢 盡量就是說 我不遭受 這是不好的 我不應該的 有這種 所以這四個具足的話呢 你的懺悔是很圓滿的 所以 是的 有四個方式 你再有避免 這頭有四個方式 第一次是 我們覺得eza勁 你是為了 所以我們 消耗 and the second one is we pray and we look for help from the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for example the Avalakites dise Beyonce or Abhidamma or Bodha and the third one is that we take some actions for example we chant 然后我们召唤了一些祝福的祝福 然后第二个是设计 所以我们必须解决 我们不会行任何坏的日子 至少比如说 比如说大家都相信是吃过很多海鲜 那你有机会参加一个方生的活动的时候 你能给10块钱也可以 我已经吃过很多肉 所以今天刚好这边大家都在做方生的工作 我也参与一下 这也是实际上一种忏悔 忏悔跟真正的实际的善识是要联系在一起 不然心里说忏悔忏悔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表现那种不对 这是不够的 OK OK 所以 Okay Take eating with seafood as an example If somebody If you had ate some sea fruits 如果有些行動的行動,你可能會有些東西 因為你會告訴自己, 我以前吃了很多食物或水果 因爲我能夠成為這個好的活動 因爲我感受的罪惡 也必須與好好的活動 然後呢 見變地獄有五個 如果那個部分你們自己複習一下,有問題就下個不禮拜了,我就不講了。 我們現在看這個皈依的部分。 兩位結論之肉依。 中文是在189中文。 你們的那個版本可能不一樣。 這本書是189。 OK,我知道了。 就是這個皈依的部分。 我們那個皈依的部分上次講了。 這個,你等他。 不是不是,他好像在問這個。 如果發本要慶的話,我們可能有的。 這個到時候再說,現在不說了。 我剛剛看到了。 我們好像也有。 因為這個海外要什麼的,這個網絡上。 好,那個。 大家記得,皈依的基礎是什麼呢? 就是皈依的基礎是信心。 我們現在講另一個單路啊。 現在講的這個,換個口味。 剛剛的呢,就是完全講地域的這個禅略的。 但現在呢,比較輕鬆一點,講這個街頭的基礎是什麼。 我們來講的一句話。 對,這次的今天是關於溝通。 我們在說說有些傷害的事情。 你現在在說極了一個方法。 現時是解放的。 所以,這麼最關鍵的事件, 解放的就是解放的。 从哪里? 圣经信开始吗? 圣经信的在...应该是从那个...觉悟奔的吧? 对,觉悟奔的故事开始了,我记得 这个,从这里开始 这里呢,修行的最重要的基础是 对佛法要有信心,有信心就是有价值 在这部分,我们经常讲的是信心 但是,当一个持续的信心,他会很高地祝福 诶,是这个故事吗? 那个...老母亲的故事讲过吗? 狗牙的故事呢? 其实很简单,但是我... 要是我的时候,我的妈妈也会讲这个故事 因为他们去参加法会,常常听到这些故事 她不是是子,但是就知道这些故事 所以我也从这儿听过 那那个故事,要不要顺利自己讲一下 很快讲,不要看婉则,你说很低的很天主 谁记得吗?这个故事 他在印度上拿到印度,他认为他回来的妄想 他一直忘记了 我认为他妈咬多次几次 他在一个时候,他选择自己的罪人 他不能来回来的事情 他认为他回来的妄想 他想到我现在的妄想 他找到了街上,他带了这个袋子,他说,这就是佛陀佛的语言,你能尊敬。 所以,她其实做了什么。 非常好。 真的啊,就这样啊,看似简单就是一个故事,你们可能看到中文就没有什么看不动的。 但我们不是去研究什么东西,是不是看得懂,要学,这是学好。 学好的等于是这里,从哪里,因为老师话正在观想的时候,或者你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能够想起来。 那就是跟生活,跟佛陀上师研究可以有连接。 这才是佛陀上师研究的学习方式。 在学习的学习,你能够想起来。 这个文章说得很好的, 我们可以学习这种学习,我们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学习我的文章。 此外呢,此外呢,有一个叫做公布,公布呢,藏文的公布,好像是现在中文的叫南芝,林芝,林芝是公布的那个地方,应该是,公布。 所以那个公布的地方有一个叫做周瓦病,周瓦病就是一个艺人,就是很笨的一个人,但他呢,就是有一次去看那个周瓦病,周瓦病就是一个艺人,就是很笨的一个人,但他呢,就是有一次去看那个周瓦病, 周瓦佛像,周瓦就是我们西藏的,这个拉萨的周瓦人不切,周瓦人不切,就是大道士里面的这个佛像的名字,叫周瓦人不切。 所以这次故事是个人,从库所做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周瓦。周瓦人说周瓦人不切怒大,那就是老子,而周瓦人不切。 我们西藏人相信他是释迦牟尼佛 就是见到他就像见到佛陀一样 所以西藏人以前就是你的忠神必须要去见一次的 就是这种概念 所以他也去了 他去的时候呢就是无有相当事等其他任何人在 而他来到的时候呢就是看到那些工作上的这个公平跟视频跟数有等 谢谢呢 我想先将这些绽码团 怎么念 告吗 交上了这个 这个 灯气力的这个 所有的 所有之后 然后才这个使用的 反正就是那个所有灯里面有灯芯嘛 他呢就是因为有灯 所以他会要有温度的 然后就是慢慢慢慢就是周边都是融化的 然后他觉得就是这个砧板拿来然后蘸一蘸 然后就在吃 他觉得就是这样生活的 他把它当作一个人就是这样 嗯 然后我觉得就讲完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他他也就是就这种的方式 然后就就 他就是也 也一样这样去吃他的那个前面的东西 然后呢他 还有呢就是他的鞋子呢 他说我要去绕你一下下 然后呢就是OK 他去吃供佛的食物没有问题 嗯 他去吃供佛的食物没有问题 好呢 请你 等我一下下 没有问题的 不是没有问题 你的问题我就会答 很好的 所以就是 然后他去吃了这个供品啊 佛头签名的这个供品啊 然后还有这个脏脏的鞋子呢 放在佛头的前面 佛像签名 然后就是这样回来的时候 哎 怎么会是 这是水做的 所以本来要丢到这个鞋子 他说 哎 这是救命 交给我的 所以你不能丢 救命本来 释迦摩尼佛不会说话 他是佛想 你本来讲 不会说话的 但是呢 那个时候他亲口说话 所以 这就是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大概就 比较三一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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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这个 你说得很好 其实大乘佛教里面 真的有时候是 会顶覆了 我们的性事的对促 性事上的 一般来讲的话呢 你去吃这个 用贪心或者 有那种非常不恭敬的 或者刻意的 有执着的 不自然的去吃这个东西的话 绝对是不好的 但是呢 他的新性的力量 跟新的那种 另一个态度 的力量 胜过了这个宗多 所以不影响它 所以跟巴星是有关的 那当然是 巴星是自己干的 我小时候说过 然后当时 哎呀 这个真好这个 吃的 我家的挺好的 但是 后来想想好像那是共存的 嗯 但 那个时候 你的小朋友吃的 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么严重 知道吗 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 有一个问题 我认为 我认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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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ill or is that a violation to the law? So but the answer is that if someone eats because of greediness, because of attachment, then that is not allowed. But Joel, then, he eats because of his faith, he believes that that is the way that Buddha eats because 因为他对佛陀佛有强烈的信心,所以这就变成了非常不同。 对,就是这样,他的那种信念的力量, 这本来就是特别强调这个心性的重要性。 如果你有这么强大的心性的时候, 有时候,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Sata,就是你把尼图做的一个佛像, 一个人本来是做了这个佛像,这故事其实在后面有。 另一个人呢,就是看到他放在一个万民的地方, 然后他觉得下雨的话,他会坏掉, 所以就是用一个鞋子来盖住那个东西。 然后呢,另一个人觉得,哎呀,鞋子就是盖在佛像上面, 就很不共浅,丢掉了。 三个都已经成佛了。 三个都是好的东西。 因为这些部分,这些部分, 主要是专业的部分。 所以,另一个故事, 我们也会说到未来, 是因为, 很久以前, 有人做了一个佛像, 做了一个佛像, 深夜的塑造了一层的布朵 尼泰雲的布朵 圖造了一层的布朵 外面充滿了一层的布朵 如果風雨會破壞 就能碰住到布朵 但是她把布朵塑造了一层 第三个人通过了,我们发现,佛陀佛的桌子被盖上的桌子,那是没有尊重的。 所以他把桌子取得了。 但这些三个行为都很好,因为他们有信心。 那刚刚那个海伦,你的问题有关系的,比如说,真正的他的原因在这里,那个故事的后面。 也就是说,他以自己所具有的坚定的运行,得到了佛的悲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是吃了所有的那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也放在救我的佛像前面。 怎么会没有罪过呢? 但是依靠信心里,他反而得到了那么的功德。 。 所以,这部分的答案是说的。 所以,这部分答案是说的。 在一篇文章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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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都是文章中的文章中。 因此的文章中的文章是文章。 然后呢,还有这里呢,不仅如此,这个也很重要,而且仙良证物,实相深义地也,这个名字比较复杂。 仙良证物,实相深义地,也是唯一依赖与信心,如佛经当中说,实力者,实相深义地唯一信心才能证物。 所以,如果我们再来一段时间,我们会知道,什么是一种法律的一样, 实践的实现实现是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 最后,实践的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一种法律的一种法律。 这个顺序呢,这里讲了,先依靠这个所生起的不公的信心,不公就是说非常殊胜的信心,然后就上师的跟这个三宝的价值可以融入自相续,然后因为这样就能够产生这个诊物,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要正正的这种,要产生一个智慧的话呢,也要提醒佛法, 菩萨,七星佛,七星三宝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要产生的,要这个七星的话,那当然也要产生的。 没有坚定卑异的信心,没有信心,七星是没有,就不会真正的去七星的,因为没有七星。 所以七星跟七星也是有这个关系。 而且有,智慧跟星星是相互相存的,或者互相,就是有两个互相,怎么说? 比如说,你有信心可以产生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提高了,你的信心会提高。 对佛法的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 对佛法的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你对佛法的智慧。 如果下个礼拜不懂的话,就问。 然后这个干部长佛齐呢,就是美拉里巴大师的弟子,大师一个菩萨。 那么,对佛法的智慧呢? 那这一位女士,这一位是,根部长佛法。 根部长佛法是阿底峡的祖父子。 不是,是美拉里巴大师。 这个说明是阿底峡的祖父子是错的,不是阿底峡的祖父子。 所以,Rumboche是非常重要的徒弟。 英文是很明顯的,但在中國的徒弟有兩種解釋。 一是,他主要徒弟弟。 另一是,他主要徒弟弟。 英文是一個主要徒弟弟。 我什麼時候利益中生? 那,Milalipa給他這些簡易。 這裡主要要講的是,你心相劇中產生先進的診物的時候呢, 並且對我,對老夫我也生氣了。 老夫是他嘛,Milalipa自己是他的根本上司。 所以,老夫我也生氣了,如見到正佛那樣的見點心形。 所以,這兩個是,就是怎麼同時發生的。 而是,阿迪嘉宗主在這裡。 他也是新藏的很偉大的一個大師。 他不是新藏人,他是印度來的。 所以,阿迪嘉宗主在新藏帶了十幾年紅髮。 結果,那位就是園基的。 所以,阿迪嘉宗主呢,有一個弟子說, 就我,我加持,加持我一下。 就我,給我加持,加持。 宗主說,壞弟子,恭敬一點吧。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在這裡。 加持一下,為什麼恭敬,他是什麼意思。 對你的文化的通道。 阿迪嘉宗主說,阿迪嘉宗主說, 阿迪嘉宗主說,阿迪嘉宗主說, 自探 dwa,阿迪嘉宗主說。 阿迪嘉宗主說,阿迪嘉宗主說。 他的意思不是说你不够恭敬,不够礼貌,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求价值,你要有信心,所以你没有足够的信心,还要价值是不礼貌的,就是这样的意思,阿底下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念皈依的,这个师修办的都在念皈依经,就是更要,这方面要加强,怎么能缠上这个 而不是有信心,所以就这样。 OK, so, the last one, so, what people just gave, is the advice, the suggestion, to the audience here, who practice, who did the dharma practice, especially those who practice refuge, how to strengthen the faith in the practicing of the refuge. so this is the thing that Camilla suggests us talking about. 那因为我们今天唱帝呢,必须四天半之前要清唱了吧,是吧? 是吧?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 这里 然后呢 还有 我们这个 你说一下 看到 我们 到 什么 谢谢大家